好 镜头转回国内的政治焦点 双城论坛确定22号登场 但是陆方派出了统战部部长引发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和清明党主席宋楚瑜见面 他坦言会和宋主席请议 不过问起双城论坛是否有帮新政府突破两岸关系冷僵局 柯文哲说双方各有立场 但是也坦言僵持下去不是办法 又跟两岸交流管道也好 和清明党主席宋楚瑜相见欢 双方一见面就先握手互动热络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可有备而来 因为双城论坛陆方派出上海市常委 也是统战部部长沙海玲 这层级和立场都引发争议 当然得借机好好讨教 其实要请一个事情太多了 这个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这些政治前辈总是有经验嘛 有时候这个也是我最欠缺的嘛 所以有时候问一问人家要跟你讲一些 他的人生经验什么的也是很好啊 讨教归讨教争议还是得面对 毕竟新政府上任 两岸关系也跟着僵化 双城论坛好不容易定调 似乎有帮忙突破僵局 其实我跟你讲 有时候政治没有那么什么 那么伟大的学问 就是大家日子过得高兴一点 快乐一点这样就好了 最近几个月几乎官方政治交流都停了嘛 所以总是要有一个突破的地方嘛 对于两岸关系 柯文哲兵来降党似乎没关系 外界质疑着陆方的政治立场 也表示会维持一定尊严原则 但万一又提起九二共事 这届时想避谈都难 主随刻变 我是不会去给他射性干什么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这边自己要有办法应用嘛 以医生的角度来讲 我们免疫力强就不怕各种细菌嘛 所以重点是自己免疫力要强啊 那你就深呼吸放轻松 这个当然我们一定会想好剧本嘛 嘴上说放轻松 但22号就要登场的双城论坛 届时陆方代表统战部部长身份来台 双方怎么谈 政治敏感立场 能真的为新政府化解两岸冷关系 外界都在关注 欢迎收看江显东旅家横 台北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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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